尼古拉斯·克拉克在一次滑雪事故中损伤了左小腿的大部分肌肉组织 对于很多日常活动,如今它已经无力正常进行 除了肌肉损伤,我的这条腿还有神经损伤,血管损伤等很多问题 这的确限制了我的活动能力 匹兹堡大学医学院的斯蒂芬·巴迪拉克说 物理疗法可以帮助骨骼肌在受到轻伤之后重新生长 但如果损伤率超过20%,就造成了永久性的伤害 组织损伤留下的巨大空隙,只有一些疤痕组织来进行填补 对于将干细胞应用于伤处,并帮助生成新的肌肉组织 科学家早有共识,但为此他们需要构建一种新的矩阵结构 以支持组织的再生 巴迪拉克的团队借助猪的膀胱构建了一种细胞外机制 机制能够从人体组织中移出所有的细胞 因此病患者自身的免疫系统便不会产生排异反应 细胞外机制就像胶水 如果你愿意,它可以把你身上所有的细胞粘在一起 机制被植入在损伤部位 它会在患者体内逐渐变化 物理疗法会促使干细胞形成新的肌肉组织 巴迪拉克的全部5名病人都有60%至90%的肌肉损伤 自疗程开始6个月后,他们全部长出了新的肌肉组织 其中3名病人更是恢复迅速 克拉克说,如今他又能骑自行车了 甚至跳绳也没问题 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都是日常生活中的小事 但却大大改善了我的生活 科学家说,实验大部分还围绕着旧伤而展开 但这种新的方法很可能对于欣赏有更好的效果 美国之音记者普提克,华盛顿报道